為何會這樣?為何你的家人覺得你衝? 為何我又覺得我不衝呢? 你知道為何你說你家人覺得你衝嗎? 是的 但我剛才聽你拉,我又不覺得衝 不是,我剛才聽你拉,第一次拉的時候我不覺得衝 為何會這樣?為何你的家人覺得你衝? 為何我又覺得我不衝呢? 因為你在一些不應該大聲的地方 你是有一個好像Action的效果 譬如我舉這個例子 正常或者我拉是會這樣的 音準沒問題,功法都對 但你是怎樣拉呢? 你有沒有快到呢?你沒有快到的 但是不是學音樂的人 他很自然的聽到,為何那裡會多大聲 為何會快了?為何會惡了? 當你有一個重音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改變那個 那個拍子本來的感覺 拍子本來的感覺是什麼?如果四拍的話 強弱,少少弱,少少弱 正常應該是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你在第四個半拍 在弱拍的後半段 你忽然間 強弱 你加 因為你知功不小心 或者你習慣 你加了一個Action 那你就改變了 人家就不知道 記住 人家不確定你的拍子是怎樣的話 他就會覺得你重 你不是真的重 但是你改變了那個重輕的 強弱的感覺 糟了他到我吧 你試一下 尾二這個小節 T, La, So, Fa, Mi, Ra, Do 你試一下不要忘譜 黑了眼睛,看看聽到什麼 One, Two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嗎? 你試一下嗎? 是嗎? 應該是 好像也是有 不是好像是有 那我要用少些嗎? No 你的方法錯了 你不是要全部音很少弱 那一定沒有 那還有 我們不是想這樣拉 你那個Action 是 在你換弓前的那個音 每次都是換弓前的那個音 被子宮走快了 所以你只需要不要被子宮走快 就可以了 你頭兩個音沒有緊要 你照樣可以 你看我用全弓也可以 只不過不要 只不過不要 OK 哎, 糟了 又有 哎呀 怎麼會這樣 這個又上了 又上了 是不是你自己感覺到了 我自己感覺到了 嘩嘩嘩嘩 那好像前面都出事了 所以我就說你的注意力 你有多少在聽右手呢 你現在聽的方法是 出了事之後 哎呀, 剛才有啊 哎呀, 剛才又有了 而這個 你要做到 沒有突然間加快 是你的手腕手指要很放鬆 你如果很硬的話 如果我稍為 或者所謂硬呢 就是你鎖死了那些關子 那些關子不懂得動 那些手指不懂得動 你就會 就是 我浪費了三次 是 然後每次兩個轉工 即六次 六次我只有一次 是 感覺到自己上 哈哈 是啊, 這也是大件事的 那會很大我 不是 不是 我是不覺得 Jane, 我只能夠 告訴你一個問題 但是到底要怎樣才改到呢 要多久才改到呢 我相信關鍵就是你聽到 你是不是能夠拉之前 你感覺到 即是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你就可以避免 這個突然間的 你的注意力可以讓你拉之前 去留意到右手 我現在右手會不會很硬呢 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關節是鎖死了 手指鎖死了 就會很容易有這些 到底你現在 感不感覺到 關節有多放鬆呢 是不是放鬆呢 你一天 那些注意力 留不到去 手腕和手指呢 你只會是事後才知道 哎呀 剛才是 剛才有Action 剛才行化了 所以為什麼放鬆是 很重要是一個關鍵來的 你不放鬆 你有很多 手 手給你的感覺 傳不出去 是啊 是啊 你也都 指揮不了右手 現在不知道哪裡 有牆是擋住了 或者是你的腦影 我覺得絕對是你的腦 好吧 你怎麼去看這件事 你覺得要這樣 呃